Hello 我是Frankie 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 差不多都兩個星期沒出過片 這陣子就懶了一點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又是一些模型的工具 一件幫你清潔桌面 還有你做完模型 搞完模型的時候 通常桌面都是骯髒的 它幫你做一個清潔的 那這隻東西是什麼呢 牌子就是我很喜歡用的 迪斯牌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大家看到了 包裝上面很精美 很骨子的 所以一定要拍一段開箱文 介紹一下它裡面是什麼 還有這個 大家不要以為它是一個 這樣看起來好像水壺 它其實是一個真空吸塵機 我們看看它裡面是 有什麼配件 如何去做這個清潔 還有好不好用呢 因為我都試過買一些 淘寶淘一些 一百幾十元的吸塵機 下來的 但是很快的 還有吸力不夠的 但是這一件東西 我就用過 它的吸力是OK的 還有它 不會浪費了它整部機 所有的地方的 它又可以吸得 還可以吹得 那我們 開箱看看 它究竟是什麼 來的 今天呢 又是新鮮淘寶直送 這隻迪斯派的吸塵機 第一時間收到 當然是要拆開它 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這一架吸塵機 和我平時 大家在淘寶買的 雜麥的吸塵機 有什麼分別 首先呢 我打開的時候 覺得呢 它都是一貫包裝 那種精美 還有呢 挺骨子 很英俊 這件東西 真的沒得搞 其他牌子真的沒有這件東西 好 我們快快去拆開包裝 看看裡面 究竟有什麼 打開一個盒子 其實只有兩條長條 上面那個是電線 下面那個 本尊主體 我們不要搞它 拆開這個 一看就知道是配件 應該有充電線 打開它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放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吸塵頭 一會兒再拆開給大家看一下 一條充電線 還有一條 一條 一條遠喉 長的遠喉 那 其實呢 小的盒 那塊 我拆開看看 其實是一個 普通吸塵機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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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的那個 方便你 用來吸垃圾 掃垃圾 一起吸 另外那個 包裝這條 應該是一個 家長的頭 讓你可以去到 一些地方 長一點 方便一點 這樣用 其實大致上的用途 都是 好像普通吸塵機 這樣用 裝起來就是這樣用 拆完這些配件 我們現在就來拆 那個主體 迪斯派 一向的包裝 都不會令人失望 整個吸塵機 就有個 擁抱 擁抱的袋 就帶著了 挺骨子的 拿出來 真是整個水戶 這樣 這個 前面我們看看 很簡潔的 只有一個開關 中間的應該是開關 尾這個 出風位 頭呢 就蓋住了 只有一個牌子 迪斯派 寫了 什麼都沒有多簡潔 簡單點看一下 它的頭 黑色這個位 用一點點力 拆開它 就行了 它不用轉 不用轉 它 配搭 那條長的嘴 和毛刷 刷頭 就是這樣用 三件 組織 組織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跟普通吸塵機 差不多 不過樣子不同了 而且很帥 覺得它 前面這個過濾隔塵 只要拎 就可以拎出來 一會兒就會告訴大家 怎樣去搭灰塵 就很方便 其實我也試過 而且它整個都可以洗的 那麼 變成清潔方面 我們就不用怕 怎樣那些塵 積在太久 洗不到 首先我們講講開關鍵 這個圓形的鍵 你長按兩秒 就會啟動了一部機 它總共有兩檔 給大家聽一下 它總共這兩檔 吸塵的時候 聲量有多厲害 大家看到 它的機尾噴出來的氣 都很大 我不小心吹到咪 都會令咪 弄到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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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咪弄的聲音 做一些簡單的示範 好像賣告白 看看怎樣去吸塵 紫碎 甚至我們一些模型的碎料 散 磨完東西 很多粉 它吸塵的時候 非常方便 還有怎樣去清潔 哪一個部分 是可以清潔到 哪一個部分 大家記住 不要濕水洗 簡單看一下 現在我們吸塵完粉 紫碎 木碎 那些 散完的粉末 吸塵完之後 這個位 就是一個過濾網 只要黑色這個 握位 大家用手指勾著它 就這樣拔出來 它是一個橡膠 逼實的 不需要拎 不需要拎 看到了 那些廢物 紫碎 木碎 全部都在裡面 還有這個過濾網 還有這個 這個收集塵的地方 是全部可以拿去洗的 當你洗乾淨的時候 下次可以再用過 記住 尤其是過濾網 我現在 右手拿著白色這個 這個 一定要每一次都要洗 除非你那些東西 像紫碎一樣 很簡單 如果你吸塵 或者是 散完一些配件的粉末 你記緊要洗乾淨它 如果不是下次 積得太多的話 你的機器就不耐用了 好了 大家看完開箱 還有看過一些簡單的示範 另外呢 覺得它這個 屁股這個位置 這個 洞 用來吹風 是有什麼用途呢 我暫時想不到 但是呢 其實它是 它給你一條 這樣的喉 隔著這條喉 在機尾裡面 就可以 當作一個吹氣的用途 其實它的用途有什麼用呢 我都還在研究中 大家如果想到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看看 它除了吸塵 清潔之外 這個機尾 噴氣的喉 有什麼用 是吧 其實它真的 我都想不到它有什麼用 要吹什麼好呢 要來 或者你 如果你省完一些東西 我 譬如你省完一些件 上黑線 那你 就找這支東西吹 不過如果這樣吹 吹到家裡 好像一個蘑菇雲 如果你太厲害了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覺得呢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途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留言告訴我 究竟搞什麼 好了 那影片就看完了 記住又是三件事 訂閱 分享 還有給我一個Like 記得按一下小鈴 下次有新的東西 再介紹給大家 好了 我是Frank you 拜拜